台北市日前有名女子因为闯红灯 遭到圆景拦下开单 但是她态度消极 不仅不愿意配合 还两度冲撞圆景 甚至直接从她的脚上撵过去 幸好圆景反应迅速 一把抓住机车龙头 才没有更大伤害 对骑士在路口假意要转弯 却是往前冲撞 还直接从圆景的脚撵过去 小姐在办公是不是 我要离开 先起用 先起用我了 先起用我 你刚才撞我 我买支援了 索性圆景反应迅速 一把抓住机车龙头 才没有尿拳更大的伤害 但是她的脚已经被黏过 而女子又是怎么会冲斗袭警 原来女子当天闯红灯后 遭圆景拦下开单 但是她的态度消极 不配合 离开后甚至又再度回来 攻击圆景 女子闯祸后想要逃离 但是线上警力迅速到场支援 将女子依防害公屋 现行犯的身份 待反所侦办 不过远景在执行勤务时 也容易遇到 比较不理性的民众 四末年中 警方拦检勤务增加 难免碰上不配合的驾驶 除了好言相寸外 警方也有一套自保方式 不要站在这个车辆的前方 以免驾驶有逃逸的情形 可能会撞伤我们的执行同仁 如果遇到在取缔违规 有遇到不理性的驾驶人 意图逃逸或者是冲撞远景 那这时候我们同仁 应该要适时的保持安全距离 那同时适当的使用相关的 警械器具 面对警方盘查 民众最好保持理性乖乖受简 才能避免红单接不完 还另外吃上行则 记者王运针 陈奕翔 台北采访报道